在这看到一个很接地气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丸子汤吗大爷 我是护外宾 今天来到山东临沂平邑必方镇 听说有一个清朝就在干的丸子汤 咱们去尝尝 二百多年历史了 多少钱一份 六块 六块 给我来一份 六块 六块 大爷咱这个丸子汤做了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六块 清朝就做 咱是祖本穿下来 哎呀那行啊 二百多年历史了 二百多年历史啊 这个手法记得啊 你装着辣椒 我和你装着来 这两个人 你装着了 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好吃 怎么长 这是放的啥料 药 药 啥都放 这 这手法很专业 你看 盛辣椒的这个小罐 再放点汤 这样一整 这个是我的 是吧 好 放点葱花 香菜 好 大家看看 这个是丸子 然后豆腐 上面还有豆皮 它有神秘小溜 还放了葱和香菜 这么一大碗 才花了六块钱 这是丸子 味道还不错 然后再来块豆腐 有点炕子 两块豆皮 这个环境啊 太坚定气了 咱口咸咸咸咸咸的小汤 里边应该是放醋了 有点酸味 这样我感觉放了醋之后提鲜 这个味道确实是不错啊 很好吃的 酸酸咸咸 嗯 六块钱就吃啥子 对吧 嗯 可以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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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